联合立华台湾在台湾40年了 那40年当中其实现在在市面上 大概有12个品牌 我很好奇 Angela你自己对于这么多品牌 你自己对她的第一印象 哪一个是在你的成长历程当中 影响你最深 我觉得枸杞我童年回忆的 就是康宝浓汤 康宝浓汤 对 因为当时 我觉得小时候妈妈煮一桌菜 搭配一个康宝浓汤 其实我跟一般小孩不太一样 我最喜欢喝的是酸辣 跟我一样 我也是 我一直不懂为什么 她不是第一名 她不是糖 对 大部分的孩子可能喜欢玉米 但我个人非常爱酸辣 那我们算同好 所以这个是你小时候一个餐桌上 很美好的回忆 像我自己本身的话是多分 小时候就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品牌 然后我就觉得天啊 这个品牌它不单单只是 洗目用品而已 它代表的是一个质感 然后搭配它那个时候的 一些行销方式等等 你就会觉得你在一个 很好的一个生活的品质 然后让我印象非常非常地深刻 那我也很好奇 就是说这么多的品牌当中 那其实竞品也很多 Angela自己怎么样定义 我们联合立华台湾这些品牌 它的品牌力 我觉得品牌力当然来自于两块 一个是产品本身的创新 是不是真的能够抓到消费者 他们的一些痛点 或者是说他们还没有 被满足的需求 这件事情是一直让我们品牌 持续往前的一个动力 但另外还有一个部分是更加 我觉得是所谓对消费者来讲的 一个品牌的认同感这件事情 认同感 它是不是认同这个品牌 所传递出来的这个价值 但你有没有觉得 因为现在大家传递 或是说吸收一些行职 都网路上去了 变成都在网路上 不是像以前真的就是透过 电视广告也好 包装杂志也好 你再抓住消费者 他的喜好会变得更加困难 而且更迭要更快 没错 我觉得现在因为 网路的这个时代 所以大家吸收资讯是非常碎片化的 而且说真的 过往可能会是用传统的 广告的形式 电视广告 但现在其实不是 其实现在的年轻人 更重视的是什么 是KOL的推荐 是网红 所以大家相信的 会是你身边的朋友 或者是网红 最快的推荐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底下 那要怎么样能够维持 我品牌本身的这个中心思想 跟它要传递的这个价值 我觉得那难度又是不太一样了 像你自己应该也不断在学习吧 平常也要去看一下起草课 或者一些短影音等等 自己也要跟得上学习 你才能跟上年轻人的脚步 变化太快了 没错 今天带来这么多东西 最吸引我好奇的是 后面这两瓶 你这样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是什么吗 好 大家可能 没办法想象这个碎片是什么 但其实 这个是从很多很多的牛奶瓶 然后把它打碎 变成了一个塑胶碎片 就是粒料 对 然后这个塑胶碎片 然后再变成造粒 变成这个塑胶粒子 从碎片变粒子 对 最后我们会进行吹瓶的动作 而变成大家可能看到的 市面上的这些产品的包装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还是需要非常多的层层把关 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 像这种所谓的 再生的一些塑料 会不会外观上面 比较不好看 或者是说 会不会使用上面 它的品质不会那么好 所以这边我就要来考考嘉玲 好 要考试吗 对 在我旁边的这个 非常漂亮的洗髮精 可以猜猜看它是 几%的再生塑料的品身支撑的吗 我猜 我们已经从2019一直到现在 历经了这么多年 应该有超过50%吧 都是再生 答案对吗 答案是95% 答错了 已经做到95%了 而且你会发现 其实它这个产品本身 你外观上面基本上 看不太出来 它是一个再生的塑料 那就是因为其实 在整个制程当中 我们有非常多的检验 包含说我要去照光 在阳光照射之下 它会不会变质 会不会脆化 或者是说 它经过我们平常 上架不是常常会 不小心商品跌落吗 它会不会就坏掉了 甚至消费者带回家中 它的保存方式 你也得把它考量进去 没错 以及它跟 它里面装的这个产品的 这个成分当中 会不会起一些化学作用 它的产品稳定性好不好 所以这些都是要经过 层层的一个八观 才能够做成像这样 高%的一个再生塑料 先前我们的决策者 也访问过一个业者 我觉得他很有理想 很有理念 他是洗髮精的业者 那它的瓶身 其实也是从头到尾 它都是用再生循环 这样的一个理念 一个想法 他告诉我说 那个成本是多出好几倍 我也很好奇 我们也是一样吗 就是背负着这么大的一个 成本压力 我觉得不管是产品的这个 创新在成分上面的研发 或是包装上面的这些创新 其实的确它背后 的确要非常多的一些研发成本 这没有错 但是事实上我觉得 我们在讲循环经济 其实不单单只是说 供应商或者是品牌 或者是政府去 在做这件事情 更重要我觉得是 消费者每一个购买的选择 今天你在货架上 有这么多的商品 你是不是愿意 可能稍微多付个几块钱 但是你这个购买的选择 其实是能够对这个地球 产生一个贡献的 这才是所谓的一个 循环经济的一个正向循环 联合丽华台湾 在台湾四十年 我们说如果一个人好了 四十而不破 那您觉得应该我们品牌 也是一样 没错 其实联合丽华 现在旗下有这么多品牌 对我来讲 更重要的是怎么样 让这些品牌 能够更永续地在社会上 发挥它的影响力 事实上 我们品牌在全球 可能每天有上亿的人口 都在用我们的产品 但是我希望带给消费者 不单单只是说他用这个产品 它本身的功能而已 而是在于我的品牌 怎么传递一些更正面的价值 回馈给到这个社会 这会是我觉得 对于联合丽华 能够在一个产业当中 利酒迷心 很重要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价值 这个品牌 不单单只是这个产品本身 而是要传达更大的理念 还有更大的一个想法 谢谢您 谢谢Angela 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佳玲 也祝福联合丽华 四十岁生日快乐 谢谢 好 决策者 我们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